为您带来苏彤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 《我的帝王生涯》是苏彤如何写实手法和现代技巧创作的历史小说 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 讲述了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的故事 在老太后全力欲望的操纵下 端白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 他虽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 却实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就让我们跟随着作家苏彤的笔触 一起进入端白的人生中吧 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 我在晋山堂前晨读 前来报丧的官义们 就是这时候走进晋山堂的 他们手之一面谢国公的黑豹毛旗 满身高速 头上的桑金在风中款款浮动 走在后面的是四名抬轿的工艺 抬了一顶空轿 我知道我将被那顶空轿带回宫中 我将和我敬重或者讨厌的人 站在一起参加父王的葬礼 我讨厌死者 即使死者是我的父亲 是统治了谢国三十年的谢王 我站在德丰殿的第一级台阶上 那是祖母皇府夫人携我而上的 而我的义母兄弟们都站在后面 我回过头 看见他们用类似的敌视的目光望着我 有人敲响了廊上悬挂的大钟 得风殿前的人一起跪了下来 他们跪了我也要跪 于是我也跪下来 我听见思怡苍老而囚禁的声音 在寄然中响起来 祖母皇府夫人就跪在我的旁边 我听见思怡突然念到了我的名字 思怡加重了语气念叨 李五子端白 承袭谢王封号 得风殿前立刻响起一片 阴阴嗡嗡之声 我回过头 看见了母亲孟夫人 满意而舒展的笑容 我的四个义母兄弟 脸色苍白 段轩紧咬着她的嘴唇 而端明咕弄着什么 段午朝天翻了个白眼 只有端文故作镇静 但我知道她心里比谁都难受 端文一心想承袭王位 她也许没想到 父王会把谢王王位传给我 我从来没想到 我会如此突然地成为谢王 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十四岁 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继承王位 祖母皇府夫人 示意我屈前皆知 我向前走了一步 老麦的司仪 捧出了父王的那顶黑豹龙冠 她的动作颤颤巍巍 我微微点起脚 昂着头部 黑豹龙冠 缓慢而沉重地扣上我的头顶 我觉得我的头顶很凉 紧接着 我听见德凤殿前的人群中 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 不是她 新谢王不是她 我看见 从嫔妃的行列中 冲出来一个妇人 那是端文和端武的母亲杨夫人 我看见杨夫人穿越木等口袋的人群 射击而上 竟直奔到我的身边 她疯狂地摘走我的黑豹龙冠 抱在胸前 你们听着 新谢王是长子端文 不是无子端白 杨夫人高声大叫着 从怀里掏出一页宣纸 她说 我有先王遗诏的印鉴 先王立端文为新谢王 不是端白 遗诏已经被人篡改过了 得凤殿前再次哗然 我看着杨夫人把黑豹龙冠紧紧抱在胸前 我说 你想要就拿去吧 我本来就不喜欢 我想趁乱溜走 但祖母皇府夫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一群士兵已经上去 擒住了疯狂的杨夫人 有人用桑袋塞住了她的嘴 我看见杨夫人被士兵们抬下去 迅速离开了骚动的得凤殿 我愕然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登基的第六天 父王的灵鹫被运出了宫中 出兵的队伍 浩浩荡荡 涌向铜齿山的南路 那里有谢国历代君王的陵墓 也有我早邀的同胞兄弟 端显的坟学 路上 我最后一次瞻仰了父王的遗容 车马都停在亡灵前的洼地上 等待着公义们运来陪葬 贫妃们的宫观 他们是跟在我们后面的 我在马上数了数 一共有七口宫观 听说陪葬的贫妃们 是昨夜三更用白卷赐死的 他们的宫观 将从上下东西的方向 簇拥父王的陵墓 组成七星拱月的吉祥形状 我还听说 杨夫人也已被赐死殉葬 他距死不从 他光着脚在宫中奔逃 后来被三个公义追货 用白卷强行勒毙了 我对于谢国的所有知识 都来自于僧人绝空 他是父王在世时 为我指定的师父 绝空学识渊博 善武剑弄枪 也善秦奇书画 在晋山堂寒窗苦读的那些日子里 绝空跟随我左右 他告诉我谢国的二百年历史 和九百里疆域 历代君王的业绩 和战死疆场的将士故事 他告诉我 谢国有多少山脉 多少河流 也告诉我 谢国的人民 主要以种植熟米 和狩猎打鱼为生 我八岁那年 看见过一些白色的小鬼 每逢掌灯时分 那些小鬼就跳到我的书岸上 甚至在棋盘的格子里 循序跳跃 使我万分恐惧 绝空闻讯赶来 他挥剑赶走了白色的小鬼 因此 我从八岁起 就开始崇拜我的师父绝空了 我把僧人绝空 从晋山堂照到宫里 绝空屈前跪拜时 神色七青 手织一部书页翻卷的轮语 我看见 他的袈裟上 绽开了几个破洞 马驴上 沾满了黑色的污泥 师父为何手持轮语上电 我说 你还没有读完轮语 我折夜做了记号 特意呈上 请谢王将书读完 绝空说 我已经成为谢王 为何还要纠缠我读书 谢王如果不再读书 贫僧就要回苦如此修行去了 不许回赐 我突然大叫起来 我接过绝空手中的论语 随手扔在龙榻上 我说 我不许你离开我 你走了 谁来替我驱鬼 那些白色的小鬼 他们现在已经长大 他们会钻到我的帐尾里来的 我看见两侧的小宫女 都眼口而笑 他们明显在怯笑我的胆怯 我很恼怒 我从竹台上 拔下一只烧着的蜡烛 朝一个小宫女脸上砸去 不许笑 我立声叫道 谁再笑 我就让她去亡灵殉葬 中古齐名 我上朝召见大臣官吏 当庭批阅奏章 那时候 祖母皇府夫人和母后孟夫人 就分座于两侧 我的意见 都来源于他们的一个眼色 或一句暗示 我乐于这样 即使我的年龄和学识 足以摒弃这两位妇人的垂帘听证 我也乐于这样 以免去咬文嚼字和思索之苦 从我记事起 母亲孟夫人 是个多疑多虑的妇人 她怀疑我的同胞兄弟端显 是被人毒死的 怀疑的具体对象 是先王的宠妃戴娘 戴娘因此被割去食指 投入了肮脏的冷宫 有人告诉我 戴娘就是那个 善弹琵琶的妃子 我想 不管她是谁 一旦被割出食指 就无法再弹琵琶了 我曾询问过母亲孟夫人 孟夫人沉吟了片刻 回答道 我恨她的手 这个回答不能使我满意 我要去问我师父绝空 绝空说 这很简单 因为戴娘的手 能在琵琶弦上 弹奏美妙的音乐 而孟夫人 不会弹琵琶 我的帝王生涯中 遭受的第一次暗算 就发生在围猎场上 我记得一只黄褐色的野山鹿 从我的马前 一掠而过 它的美丽的皮毛 在灌木丛中 闪闪烁烁 我纵将而追 听见绝空在后面喊 小心 小心 新案件机关 我回过头 那只有毒的案件 恰好掠我的白灵头盔 这个瞬间 令周围的随形 净出一身冷汗 我也被吓了一跳 僧任绝空策马过来 把我抱上了他的马鞍 我鱼记未消地 摘下白灵头盔 发现那根雪白的燕铃 已经被箭矢射断 谁在释放冷箭 我问绝空 谁想害我 绝空朝四面的山坡树林 眺望着 沉默了良久说 你的仇人 我说 谁是我的仇人 绝空笑了笑回答 你自己看吧 谁现在躲得最远 谁就是你的仇人 我发现 我的四位义母兄弟 突然都消失不见了 他们肯定躲在 某片隐蔽的树林后面 我怀疑那只冷箭 是大公子端文射来的 在我们兄弟无人中 端文的箭法最好 也只有阴险乖利的端文 会设计出如此 天衣无缝的暗杀圈套 围场事件 在宫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母亲孟夫人 在第二天的朝议中 当众哭哭啼啼起来 她要求皇府夫人和陈相们 主持正义 严惩端文端武兄弟 而皇府夫人则显出 见多识广 雍容大度的样子 她劝慰梦夫人道 这类事情 我见得多了 你用不着惊慌失措 我诚挚端文端武兄弟的计划 没有实现 因为行李们 谁也不敢对他们下手 几天后 我看见端文端武兄弟 手拉手地走过繁星殿前 我不由地沮丧万分 皇府夫人 察觉了我闷闷不乐的情绪 她把我叫到了锦绣堂 她的卧榻边 默然地审视着我 段白 为什么愁为苦脸的 皇府夫人握住我的手说 既然什么都要听你的 为什么让我当谢王 我突然大叫一声 我看见皇府夫人 从卧榻上猛地坐起来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 惊恶而酝怒的表情 我下意识往后缩了一步 我说 段文在围场 对我设案件 可你却不肯惩治他们 要不是绝空提醒我 我就被他们的案件设中了 我已经惩治过他们了 你的四个兄弟 我每人打了他们三仗 这还不够吗 不够 我仍然大叫着 我要把端文端文的手指 割下来 让他们以后 没法再设案件 段白 为王者仁慈第一 不可残暴凶虐 这个道理 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总是忘记呢 段白 你知道吗 在我们大谢宫 立王容易 废王也很容易 我的这句话 你千万要记住 我们读到了 大谢国先王驾崩 小王子端白继位 长子端文的母亲杨夫人 因为不满 而被皇太后下令陪葬 接着在围猎中 继位的端白 遭到兄弟们的案件刺杀 垂帘听证的皇太后 却一味包庇 那么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 端白的王位坐得稳吗 到我继位这一年 谢宫的宦官已所剩无几 这是因为 已故的父王天性增募燕人的缘故 他把他们一个个逐出王宫 然后派人将民间美女 一批批搜罗进宫 于是 谢王公成了一个脂粉美女的天下 我的父王沉溺其中 纵情享受他酷爱的女色和床子之欢 据我的师父僧人绝空说 这是导致父王英年早逝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对宦官的坏印象也直接来自绝空 我从小到大 没有让任何燕人伺候过我 当然 这都是我成为谢王之前的生活 我没想到 这一年 皇府夫人对工艺的调整 如此波澜壮阔 她接纳了南部三县送来的 三百名小燕人入宫 那天早晨 我坐在繁星殿上 接受殿外三百名小燕人的万福之礼 我看见三百名与我同龄的孩子 跪在外面 黑压压的一片 我觉得很好笑 但皇府夫人和孟夫人就坐在我两侧 我不宜笑出声来 于是我就捂着嘴低下头笑 等我抬起头来 恰恰看见那些孩子的队列后面 跪着另一个人 我看清了 她是我的师父僧人绝空 她卸去了大学士的额冠薄带 重新换上了一袭黑色袈裟 请之上身跪在那里 绝空不再是你的师父了 她马上就要离宫 让她跪在那儿向你道别吧 皇府夫人说 你现在不能下殿 为什么 为什么让她离宫 我对皇府夫人高声喊叫 你已经十四岁了 你不需要师父了 皇府夫人松开受账 换了一种温和的语气对我说 我并没有去她出宫的意思 我亲自向她征询过意见 她说她想离宫 她说她本来就不想做你的师父了 不 我突然狂叫了一声 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下繁星殿 我冲过三百名小烟焕的整齐的队伍时 他们都仰起脸 崇敬而无声地望着我 我抱住了我的师父僧人绝空 放声大哭 繁星殿前的人群 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我听见我的哭声在周围的寂静中 异常嘹亮 别哭 你是谢王 在臣民面前是不能哭的 僧人绝空 撩起袈裟一脚 擦拭我的眼泪 她的微笑依然甜淡而圣洁 她的膝部依然跪在地上 我看见她从袈裟的袖管里 抽出那册论语 她说 你至今没读完这部书 这是我离宫的唯一遗憾 我不要读书 我要你留在宫里 说到底你还是个孩子 僧人绝空 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的目光如炬 停留在我的前额上 然后从我的黑豹龙冠上 草草掠过 她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 孩子 少年为王 是你的造化 也是你的不幸 我看见 我看见她的手 站立着将书册递递给我 然后 她站起来 以双袖胆去袈裟上的尘埃 我知道她要走了 我知道 我已经无法留住她了 师父 师父 你去哪里 我朝她的背影 喊了一句 苦竹寺 僧人绝空 远远地站住 双掌合十 朝天空凝望了片刻 我听见她最后的 模糊地回答 苦竹寺 在苦竹林里 苦竹林 在苦竹山上 早晨起来 我自己动手 换下了 吃鹿鹿的钟哭 我看着上面的乌迹 问踏下的宫女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宫女们都盯着 我手里的库儿 笑而不答 一个年老的宫女 抢先接了过去 她说 恭喜陛下了 这是陛下的 子子孙孙 我看见 她用一只铜盘 拖着我的钟哭 急匆匆地退下 我喊道 别急着去洗 我还没细看 是什么东西呢 宫女止步回答说 我去禀告 皇府老夫人 这是老夫人吩咐的 结果 皇府夫人 以八名宦官 替代八名宫女 来服侍我的起居 她以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告诉我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些宫女 一定要离开清修堂了 她说 历代大谢君主都一样 疑似发身成人 就由宦官替代宫女 伺候弃君 这是宫里的规矩 新来清修堂的八名宦官 是由母后孟夫人精心挑选的 她挑选的宦官 大致都长得眉目清秀 而且几乎都来自她的老家 才实现 我说过 我自小讨厌烟患 所以 她们前来扣件时 我采取了恒美冷队的方法 后来 我就让她们 在堂下玩各式各样的游戏 还让她们跳格子 我想看看 她们之中 谁玩得更好一些 结果不出所料 她们玩了一会儿 就玩不下去了 气喘吁吁 或者大汗淋漓的样子 令人发笑 只有那个最为年幼的孩子 玩得很快活 她在跳格子的时候 跳出了许多 我不知道的花样 我注意到 她的容貌 像女孩子般的秀气逼人 她跳跃的姿态 也显得轻盈活泼 充满了那种 我所陌生的民间风格 后来 我就把她 叫到了我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燕狼 我的奶名叫索儿 我的学名叫开奇 你多大了 我笑起来 我觉得她的口齿 特别灵俐 十二岁 是除小羊的 夜里 你在我的踏下睡吧 我把燕狼的肩膀 搬过来 凑到她耳边 悄悄地说 我们可以天天 在一起玩了 你跟别人不一样 是谁替你惊慎呢 我问燕狼 我爹 燕狼说 我爹是个铁匠 我八岁那年 我爹特意断打了一把小刀 替我惊慎 我昏死了三天 你爹是个畜生 什么事我碰到他 我就把他也咽了 看他疼不疼 燕狼终于破提而笑 我看见他梅棱上的红质 在丝连掩映下 闪烁出宝石般的光芒 朝晋时刻 是令人难挨的时刻 礼 礼 兵 行 四部尚书 存着丞相冯傲 立于樊心殿的 第一阶石阶上 他们的后面 还有朝官朝服的 文武百官 有时候 来自谢国各郡的郡王们 也前来觐见 那些人的衣袋上 就有小型的黑豹图案 我知道 他们是我的书辈 甚至祖辈 他们的身上 留着先祖谢国公的血脉 却无法登上谢国的王位 谢国公分别策立他们为 北郡王 南郡王 东郡王 东北郡王 西南郡王 东南郡王和西北郡王 郡王们中 有的已经双鬓犯淫 但他们进得烦心殿后 都要向我行礼 我知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们即使心里不愿意 也没有办法 我曾听见一个郡王 在下跪的时候 放了一个响屁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不知道放屁的是 东郡王还是东南郡王 反正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公使们匆忙过来 替我垂腰敲背 那个郡王窘迫不堪 脸孔仗成猪肝色 紧接着他又放了一个屁 这回我真要笑晕过去了 我坐在玉榻上前仰后合 看见祖母皇府夫人 挥舞寿杖 敲打郡王的臀部 那个可怜的郡王一边告罪 一边拽拉着臀后的衣袍 他向皇府夫人 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的过错 他说 我星夜建成三百里 前来觐见谢王 路上受了寒气 又吃了两只猪蹄子 所以逼不住地要放屁 他的解释 招来了皇府夫人 更猛烈的账打之法 皇府夫人怒声训斥 朝廷之上不可说笑 你怎么敢放屁呢 那是我记忆中 最为有趣的一次朝廷 可惜是唯一的一次 以我的兴趣而言 与其听皇府夫人和冯敖 他们商量田地税和兵一支 不如听郡王的一声响辟 有一次 司礼建读到了 兵部侍郎礼语的上书 奏书说 西部国界虎口 屡次来犯 戍边将士 浴血宝国 已经打了十一场战役 奏书希望谢王出征西巡 以鼓舞军队的士气 我第一次听到 与我直接关联的奏书 我从玉榻上坐起来 望着皇府夫人 但她却没有看我一眼 皇府夫人沉吟了片刻 转向丞相冯敖 询问她的意见 冯敖履着半尺银须 摇头晃脑地说 西境湖寇的侵犯 一直是大蟹的隐患 假如戍边军队 一股作气将湖寇逐出凤凰关外 大蟹半边江山 便有了保障 士气可谷不可谢 蟹王似有出征西巡的必要 冯敖欧欲言又止 皇府夫人双眉紧簇 很不耐烦地以受账击第三次 不要吞吞吐吐 是我在问你话 你用不着去找别人张望 冯敖叹了一口气说 我忧虑的是 谢王刚及弱贯 此去五百里路 一路上风霜雨雪 旅途艰辛 恐怕会损坏谢王的金玉之身 恐怕遭受不测风云 皇府夫人这时 嘴角上流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冷笑 她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告诉你 谢王一旦出巡 路途上不会横生之劫 后宫内也不会发生 谋反一拳之事 留我这把老骨头在大谢宫 请众臣相都放宽心吧 我出嫁西巡 已成定局 这是皇府夫人的旨意 所以也是不可更改的 对于我来说 我士气为一次 规模浩大的帝王出游 充满了许多朦胧的向往 我想看看 我的两千里锦绣山河 我想看看 大谢宫外的世界 是什么模样 我们读到了 端白的师父绝空的离开 以及燕郎的到来 还有皇府夫人 最终决定 让新谢王端白 西巡边疆 那么 在端白西巡的过程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自品州商谷富户的惠妃 聪敏灵敏 国色天香 在我的怀中 她是一只温馨可爱的羊羔 在我的嫔妃群中 她却是一只傲慢而孤独的孔雀 我记得一个春日的早晨 我在玉河边出狱惠妃 那时候 她是个出入宫门的小宫女 我骑马从桥上过来 马蹄声惊飞了岸边的一群鸟雀 也惊动了一个 沿着玉河奔跑的女孩子 透过薄雾 我看见 她在悉心模仿 飞鸟展翅的动作 鸟群飞时 她就煽动长袖往前跑 鸟群落下时 她就戛然止步 用手指顶住嘴唇 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 当鸟群掠过洋柳之梢 无影无踪时 她发现了我的马 我看见她 慌慌张张地躲到柳树后面 两条手臂死死地暴露了树干 她把脸藏起来了 但那双粉红的颤抖的小手 以及手腕上的一对祖母绿手镯 却可笑地暴露在我的视线里 你出来 我策马过去 用马鞭捅了捅柳树干上的那双小手 树后立刻响起一声惊惧的尖叫 人却依然躲着不肯出来 我再捅一次 树后又叫一声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说 你再不出来 我就用马鞭抽你了 树后露出女孩子美丽绝伦的面容 惊骇和战力 在她的名模号尺间 呈现出夺人心魄的光焰 深深地迷惑了我的眼睛 皇上宽恕 奴婢不知皇上驾到 女孩子扶地跪下 好奇的目光 偷偷地打量着我 你认识我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在皇府夫人的宫里做事吗 奴婢出入王宫 名字还没有写上公册 女孩子露出浅浅一笑 她垂下的头部 渐渐抬起来 目光正视着我 表情大胆而调皮 她说 我一见皇上的倜傥风姿和龙颜凤气 虽不曾信见 也猜出几分了 您就是至高无上的大戏王 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没有名字了 奴婢盼望皇上给我赐名呢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纯真 如此妩媚的宫女 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 敢像她一样与我谈话 我牵住了她的手 那只手鲜小而光滑 手心里还压着一片海棠花的花瓣 我无从解释 初遇会飞时的喜悦和冲动 只记得那个早晨的同气而行 改变了我从前厌恶女孩的态度 从女孩群居和黑发间散出的 是新鲜迷人的气息 是一种接近幽兰开放时的清香 我的祖母皇府夫人 和我的母亲孟夫人从来不母 但在对待会飞的态度上 两个夫人取得了一致 她们都不喜欢会飞 并且不能容忍我对她特有的宠爱 两个夫人联手阻挠 我将品州女孩会先 策立为贵妃 后来就发生了 我以断旨胁迫两位夫人 立会先为贵妃的宫廷大事 我记得在锦绣堂的 那个令人窒息的午后 当我把剑日指向左手食指 两个夫人大惊失色 她们的表情由震惊转向运怒 简而是无可奈何的沉默 我母亲孟夫人上来抢下我的宝剑 皇府夫人则缩在一堆紫雕皮里 连声哀叹 我的突兔之与他年迈的身体 无疑是猛烈了一击 他的花白的脑袋很可笑地左右颤动起来 干皱的脸上老泪纵横 如此看来 我当初走错了一步棋 皇府夫人擦拭着泪迹 对他身边的狸猫倾吐他的忧虑和绝望 他说 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如此看来 大谢江山真的要败于端白之手了 执笔造册的司礼剑左顾右盼 最后他终于认识到册立贵妃之事 已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而且不可扭转 来自品州的名不见经传的女孩慧仙 终于金策提名 成为唯一的由我自己选择的贵妃 在我即位第四年的春天 谢鹏交接的百里疆界 屡屡传来令人不安的战报 那里的农户 拖着黎厨农具 朝谢国腹地及京城逃奔而来 也带来了更加可怕的消息 飞扬跋扈的鹏王昭勉 站在沦陷的边城泥州城门上 对着谢国京城的方向变逆 他扬言 彭国军队可以在八周夜内 直取谢王王公 我的大婚 因之成为威琪棋盘上的一枚重子 无疑他是缓解形势的最后一招了 那段时间 我像任何一个面临国难的帝王一样 焦灼不安地坐在繁星殿上 听着文武朝臣们的唇枪舌剑的论争 却无法应对 前往彭国商议通婚大事的 是御使刘钱 刘钱纵横百合的三寸不烂之蛇 在宫廷内外享有盛名 朝臣们对他的出使毁育不一 但我的祖母皇甫夫人 把最后的赌注都压在刘钱出使上 她让刘钱的车马 载走了六项金银珠宝 其中多有价值连城的精品国宝 在等待快马回音的那些日子里 我多次想象了彭国的文达公主的仪太芳容 我希望她有惠妃的国色天香 有待娘的五月之计 我还希望她有绝空的大智大会 有燕郎的温情体贴 但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我很快听说文达公主是一个相貌庸长 性格乖僻的女子 她的年纪足足长我三岁 几天后 刘钱事成回朝 带回文达公主的一只绣金香带 大谢宫上下便酿起一派喜庆气氛 我从樊心殿霸朝回宫的路上 看见许多宫奸宫女 在楼廊下痴笑不迭 窃窃私语 我按捺不住一股无名怒火 令燕郎上前 驱散人群 我讨厌我的王后彭氏 彭氏讨厌我的爱妃惠妃 而惠妃讨厌我的其他几位妃子 汉妃 兰妃和锦妃 我知道 自古以来 帝王须与红颜丽人为伴 六宫粉带的明争暗斗 是一眼活拳 挥之不去 堵之不绝 据细心的总管太监燕郎观察 我的后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已各自结盟 彭氏和兰妃是一盟体 她们是最受皇府夫人疼爱的 汉锦二妃是一对表姐妹 也是我母亲孟夫人的外甥女儿 那对表姐妹 无疑把孟夫人示威在宫中的靠山 而孟夫人对汉锦二妃的呵护 已被宫人们看在眼里 那么我的惠妃呢 我问燕郎 锦妃孤傲自怜 不过她有陛下的宠幸也足够了 燕郎笑而作答 她说 依奴才看 惠妃是最幸运的 我想了想 接她一声 只怕她红颜薄命 我的宠幸 未必挡得住四面八方的鸣枪案件 可恶的彭国女子 不满于我的逢场作戏 据安插在燕霞堂的眼线工人密告 彭王后经常在工人面前 诋毁谢国朝政 嘲讽我的无能 咒骂黎明阁的惠妃 后妃们对惠妃的围剿愈演愈烈 由于受到黄府夫人和孟夫人的纵容 围剿着言行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令人震惊的是 去牡丹园赏花的那一次 惠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侮辱和打击 去牡丹园赏花 是黄府夫人每年例行的宫廷盛事 凡宫中女眷嫔妃 一应参加 我记得赏花情帖送着黎明阁时 惠妃似乎预感到了结局 她惶恐地问我 能否称病谢绝 与他们在一起 我怕极了 我阻止了惠妃 我说 这种场合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还是去得好 也省得黄府夫人再给你结怨 惠妃面露难言之隐 最后她说 既然皇上让我去 我就去吧 谅他们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 一大群妇人 浓膜盛装 敬艳斗芳地 云集在牡丹园里 跟在黄府夫人的漏金变脸后 款款而行 无人真有赏花之心 都是三个两个的交头接耳 议论着园外的飞短流长 唯有惠妃 有意落在人后 却无意被满缘盛开的牡丹 迷住了 边走边看 进而忘却了脚步的方寸 惠妃的连足 踩住了前面兰妃的裙脚 一场祸害 因此骤然降临 兰妃怒目回首 并且朝准惠妃的脸上 催了一口唾沫 瞎了眼的母狗 这时候 后妃们非常默契地 一起驻足回首 汉妃说 胡精 锦妃说 妖女 彭王后说 不要脸的小贱货 惠妃起初下意识地撩起鸳鸯韬 擦拭脸颊 既然就将鸳鸯韬 咬在嘴里 惊悚的目光 环顾着四位结盟的后妃 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足部 终于相信 是她惹来了一场恶毒的辱骂 惠妃像一株秋草被狂风吹拂 慢慢蹲在地上 牡丹园的锦簇花团 突然散射出一道强烈的红光 惠妃在这道红光中昏厥过去 后来有人告诉我 惠妃那天一直在喊 陛下救我 陛下救我 正是满园花开的阳春三月 惠妃并卧于黎明阁上 愁眉哀谋 更让我怜爱三分 她一令前来诊病 很快就禀告了一个惊人的喜讯 她一令说 恭喜皇上 贵妃娘娘以怀龙胎 三月有余 我生平首次感受到为人父者的喜悦 抑郁之情 烟消云散 当下 重金赏的太一令 我来到惠妃的绣榻边 捉住她的一双缩手 放在怀里 我疏而觉得 面前的惠妃 很像一个美丽的指儿 一半在我怀中 一半却在飘荡 你怀胎已有三月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是害怕彭王后她们的妒忌 害怕她们会加害于你吗 怕 奴婢害怕极了 她们本来就容不下我 怎会甘心让我先怀龙胎 抢尽嫔妃脸上的荣光 我知道她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惠妃因怀胎而滋生的猜忌之心 使我半信半疑 据修史文官暗自透露 各国宫廷中 不乏骇人听闻的灭胎患字的先例 而我唯一事宜做的 就是将惠妃怀胎之事隐匿起来 并且 责令太医和黎明格的太监宫女 保守这个秘密 事实证明 我枉费心机 几天后 我去汉妃的一方楼小气 汉妃在竭尽温存之后 突然凑到我耳边问 听说惠妃已经怀胎 真有此事吗 你听谁说的 我大吃一惊 孟夫人告诉我和锦妃的 汉妃颇为自得地说 我推开汉妃缠在我肩上的手臂 芙妃望了望远处绿流眼影的黎明格的琉璃红瓦 而阁上的病女是睡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 我极蓝常叹 似乎看见黎明格上 蒸腾起一片不祥的刺眼的红光 我们读到了大谢王端白 终于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喜欢的女人惠妃 却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彭国女子的通婚 后宫之争因此而起 惠妃怀孕更是加剧了大谢国的后宫之争 那么在此之后 大谢国的朝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自品州商谷富户的惠妃 聪敏灵敏 国色天香 在我的怀中 她是一只温馨可爱的羊羔 在我的嫔妃群中 她却是一只傲慢而孤独的孔雀 我记得一个春日的早晨 我在玉河边出狱惠妃 那时候 她是个出入宫门的小宫女 我骑马从桥上过来 马蹄声惊飞了岸边的一群鸟雀 也惊动了一个沿着玉河奔跑的女孩子 透过薄雾 我看见她在悉心模仿飞鸟展翅的动作 鸟群飞时 她就煽动长袖往前跑 鸟群落下时 她就戛然止步 用手指顶住嘴唇 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 当鸟群掠过杨柳之烧无影无踪时 她发现了我的马 我看见她慌慌张张地躲到柳树后面 两条手臂死死地暴露了树干 她把脸藏起来了 但那双粉红的颤抖的小手 以及手腕上的一对祖母绿手镯 却可笑地暴露在我的视线里 你出来 我策马过去 用马鞭捅了捅柳树干上的那双小手 树后立刻响起一声惊惧的尖叫 人却依然躲着不肯出来 我再捅一次 树后又叫一声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说 你再不出来 我就用马鞭抽你了 树后露出女孩子美丽绝伦的面容 惊骇和战力 在她的名模号尺间 呈现出夺人心魄的光焰 深深地迷惑了我的眼睛 皇上宽恕 努必不知皇上驾到 女孩子伏地跪下 好奇的目光 偷偷地打量着我 你认识我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在皇府夫人的宫里做事吗 奴婢初入王宫 名字还没有写上公册 女孩子露出浅浅一笑 她垂下的头部 渐渐抬起来 目光正视着我 表情大胆而调皮 她说 我一见皇上的倜傥风姿和龙颜凤气 虽不曾信见 也猜出几分了 您就是至高无上的大戏王 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没有名字了 奴婢盼望皇上给我赐名呢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纯真 如此妩媚的宫女 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 敢像她一样与我谈话 我牵住了她的手 那只手鲜小而光滑 手心里还压着一片海棠花的花瓣 我无从解释出遇会飞时的契约和冲动 只记得那个早晨的同气而行 改变了我从前厌恶女孩的态度 从女孩群居和黑发间散出的 是新鲜迷人的气息 是一种接近幽兰开放时的清香 我的祖母皇甫夫人和我的母亲孟夫人 从来不母 但在对待会飞的态度上 两个夫人取得了一致 她们都不喜欢会飞 并且不能容忍我对她特有的宠爱 两个夫人联手阻挠 我将品州女孩会先策立为贵妃 后来就发生了 我以断旨胁迫两位夫人 立会先为贵妃的宫廷大事 我记得在锦绣堂的那个 令人窒息的午后 当我把剑日指向左手食指 两个夫人大惊失色 她们的表情由震惊转向运怒 竟然是无可奈何的沉默 我母亲孟夫人上来抢下我的宝剑 皇甫夫人则缩在一堆紫雕皮里 连声哀叹 我的突兀之举 对她年迈的身体 无疑是猛烈了一击 她的花白的脑袋 很可笑地左右颤动起来 干皱的脸上老泪纵横 如此看来 我当初走错了一步棋 皇甫夫人擦拭着泪迹 对她身边的狸猫 倾吐她的忧虑和绝望 她说 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如此看来 大谢江山 真的要败于端白之手了 执笔造册的司礼剑 左顾右盼 最后她终于认识到 策立贵妃之事 已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而且不可扭转 来自品株的 名不见经传的女孩 慧仙 终于金策提名 成为唯一的 由我自己选择的贵妃 在我即位第四年的春天 谢鹏交接的百里疆界 屡屡传来令人不安的战报 那里的农户 拖着黎厨农具 朝谢国腹地及京城逃奔而来 也带来了更加可怕的消息 飞扬跋扈的鹏王昭勉 站在沦陷的边城泥州城门上 对着谢国京城的方向变逆 她扬言 彭国军队可以在八周夜内 直取谢王王公 我的大婚 因之成为 威琪棋盘上的一枚重子 无疑它是缓解形势的 最后一招了 那段时间 我像任何一个 面临国难的帝王一样 焦灼不安地 坐在繁星殿上 听着文武朝臣们的 唇枪舌剑的论争 却无法应对 前往彭国商议通婚大事的 是御使刘钱 刘钱纵横百合的 三寸不烂之蛇 在宫廷内外 享有盛名 朝臣们对他的出使 毁誉不一 但我的祖母皇甫夫人 把最后的赌注 都压在刘钱出使上 她让刘钱的车马 载走了六项金银珠宝 其中多有价值连城的 精品国宝 在等待快马回音的 那些日子里 我多次想象了 彭国的文达公主的 仪态芳容 我希望她有 会妃的国色天香 有待娘的五月之计 我还希望 她有绝空的大智大会 有燕郎的温情体贴 但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我很快听说 文达公主是一个 相貌庸长 性格乖僻的女子 她的年纪 足足长我三岁 几天后 刘钱事成回朝 带回文达公主的 一只绣金香带 大谢宫上下 便酿起一派喜庆气氛 我从樊心殿 霸巢回宫的路上 看见许多宫奸宫女 在楼廊下痴笑不迭 怯怯思语 我按捺不住一股 无名怒火 令燕郎上前 驱散人群 我讨厌我的王后彭氏 彭氏讨厌我的爱妃惠妃 而惠妃讨厌我的 其他几位妃子 汉妃 兰妃和锦妃 我知道 自古以来 帝王须与红颜丽人为伴 六宫粉带的明争暗斗 是一眼活拳 挥之不去 堵之不绝 据细心的总管太监 燕郎观察 我的后妃们 在很短的时间内 已各自结盟 彭氏和兰妃是一盟体 他们是最受皇府夫人疼爱的 汉锦二妃 是一对表姐妹 也是我母亲 孟夫人的外甥女儿 那对表姐妹 无疑把孟夫人 视为在宫中的靠山 而孟夫人 对汉锦二妃的呵护 已被宫人们看在眼里 那么我的惠妃呢 我问燕郎 锦妃孤傲自怜 不过她有陛下的宠性也足够了 燕郎笑而作答 她说 依奴才看 惠妃是最幸运的 我想了想 接她一声 只怕她红颜薄命 我的宠性 未必挡得住四面八方的鸣枪案件 可恶的彭国女子 不满于我的逢场作戏 据安插在燕霞堂的眼线工人密告 彭王后经常在工人面前 诋毁谢国朝政 嘲讽我的无能 咒骂黎明阁的惠妃 后妃们对惠妃的围剿愈演愈烈 由于受到皇府夫人和孟夫人的纵容 围剿的言行 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令人震惊的是 去牡丹园赏花的那一次 惠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侮辱和打击 去牡丹园赏花 是皇府夫人每年例行的宫廷盛事 凡宫中女眷嫔妃 一应参加 我记得赏花情帖送至黎明阁时 惠妃似乎预感到了结局 她惶恐地问我 能否称病谢绝 与他们在一起 我怕极了 我阻止了惠妃 我说 这种场合 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还是去得好 也省得皇府夫人再给你结怨 惠妃面露难言之隐 最后她说 既然皇上让我去 我就去吧 亮他们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 一大群妇人 浓膜盛装 敬艳斗芳地 云集在牡丹园里 跟在皇府夫人的露金变脸后 款款而行 无人真有赏花之心 都是三个两个的交头接耳 议论着园外的飞短流长 唯有惠妃 有意落在人后 却无意被满缘盛开的牡丹迷住了 边走边看 简而忘却了脚步的方寸 惠妃的脸足 踩住了前面兰妃的裙脚 一场祸害 因此骤然降临 兰妃怒目回首 并且朝准惠妃的脸上 催了一口唾沫 瞎了眼的母狗 这时候 后妃们非常默契地 一起驻足回首 汉妃说 胡惊 锦妃说 妖女 彭王后说 不要脸的小贱货 惠妃起初 下意识地撩起鸳鸯韬 擦拭脸颊 继而就将鸳鸯韬 咬在嘴里 惊悚的目光 环顾着四位结盟的后妃 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足部 终于相信 是她惹来了一场恶毒的辱骂 惠妃像一株秋草被狂风吹拂 慢慢蹲在地上 牡丹园的锦簇花团 突然散射出一道强烈的红光 惠妃在这道红光中昏厥过去 后来有人告诉我 惠妃那天一直在喊 陛下救我 陛下救我 正是满园花开的阳春三月 惠妃并卧于黎明阁上 愁眉哀谋 更让我怜爱三分 她一令前来诊病 很快就禀告了一个惊人的喜讯 她一令说 恭喜皇上 贵妃娘娘已怀龙胎 三月有余 我生平首次感受到为人父者的喜悦 抑郁之情 烟消云散 当下 重金赏的太一令 我来到惠妃的袖榻边 捉住她的一双缩手 放在怀里 我疏而觉得 面前的惠妃 很像一个美丽的侄儿 一半在我怀中 一半却在飘荡 你怀胎已有三月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是害怕彭王后 他们的妒忌 害怕他们会加害于你吗 怕 奴婢害怕极了 他们本来就容不下我 怎会甘心让我先怀龙胎 抢尽嫔妃脸上的容光 我知道 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会非因怀胎而滋生的猜忌之心 使我半信半疑 据修史文官暗自透露 各国宫廷中 不乏骇人听闻的灭胎患字的先例 而我唯一是一座的 就是将会非怀胎之事 隐匿起来 并且 责令太医和黎明格的太监宫女 保守这个秘密 事实证明 我枉费心机 几天后 我去汉非的一方楼小气 汉非在竭尽温存之后 突然凑到我耳边问 听说会非已经怀胎 真有此事吗 你听谁说的 我大吃一惊 孟夫人告诉我和锦妃 汉非的 汉非颇为自得地说 我推开汉非缠在我肩上的手臂 扶然望了望远处 绿流眼影的黎明格的琉璃红瓦 而阁上的病女 是睡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 我极蓝长叹 似乎看见黎明格上 蒸腾起一片不祥的刺眼的红光 我们读到了大谢王端白 终于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喜欢的女人 却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彭国女子的通婚 后宫之争因此而起 会非怀孕更是加剧了大谢国的后宫之争 那么在此之后 大谢国的朝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年春天 谢国南部的乡村田野变遭蝗灾 黄亥像一场黑色风暴 弥漫了南部的天空 几个昼夜内 灼光了田园的每一根青鸟 农人们面对灾后的田园 大放悲声 诅咒上苍 在青黄不接之际 又降灾祸 他们在田墨里 搜寻死去的蝗虫 埋怨人饿着肚腹 虫子却因保障而死 宫中朝臣们弹簧色变 深恐南部颗粒不收的灾情 会导致秋后全国的激进 和民心的动乱 一天 上朝期间 士兵们 侵入了一个私闯王宫禁院的人 我清晰地听见 那个人粗雅而积月的南部口音 滚开 让我去见谢王 那天 我怀着一份好奇心 将闯入者 传到殿前 士兵们押来的 是一个四十开外的 衣衫蓝绿农夫打扮的汉子 那个汉子 脸色焦黄 神情疲惫 但一双樱幕中 闪烁着凛然大气的光芒 我注意到 他衣衫上 被鞭棍拷打的条状痕迹 裸露的脚趾间 还残存着家行带来的淤血 你是谁 胆敢私闯王宫巢殿 农夫里一只 冒似前来为民请命 请求皇上开恩 免去重灾地取百姓的清苗税 人丁税 灌溉税 百姓耕田纳税 天经第一 为何要给你们免税呢 皇上明察 南方蝗灾所席之处 清苗巨无 田园荒僻 何来清苗税 又何来灌溉税 至于人丁税 更是苛刻无礼 再去百姓 现在以野菜输业为生 每天都有人饥寒而死 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朝廷不问赈灾扶贫之事 反而刻意人丁重税 税吏们天天登门必讨 百姓们已经没有生路可求了 若皇上不能立刻做出免税之兆 南方必将民心大乱 谢国已经够乱了 还能更乱吗 我打断李一支的执剑 问道 你说还会乱到何种地步 会有侠胆意识揭竿而起 反抗腐败的朝廷 也会有贪官污吏 趁国难之际 欺上满下 中饱私囊 更会有塑藏寄鱼之心的外寇内贼 在一缸浑水中摸鱼 一谋篡权一朝的狼子野心 栖栖草民 怎敢在我面前危言送听 我笑了笑 贺令李一支退下 我说 本来对私闯朝殿 这是格杀勿论的 但我赏识你赋死一剑的勇气 饶你一命 回家好好住你的地吧 我以为李一支将蒙恩归乡 殊不知 就此放走的 是日后的心腹之患 后来的结局 对于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四月 陪他 剑等县的数千农人工匠 在红泥河畔 竖起起 七号为纪天会 纪天会的队伍沿着红泥河向西进发 横贯南部三州八县 沿途招兵买马 很快壮大成一支余万人的浩浩大军 消息传到宫中 满宫为之震惊 在谢国的两百年历史上 百姓们一直以温讯安分著称 纪天会的突然暴乱 使整个朝廷措手不及 陷入紧张而慌乱的气氛之中 丞相冯敖告诉我 祭天会的首领 就是那个曾四闯朝殿的农人李一支 我想起那个黑脸汉子凛然的目光 想起他在凡心殿上 惊世骇俗的言行举止 身毁 自己做了一件放虎归山的蠢事 兵部侍郎相 率军南伐 临行前 向朝廷立下军令状 结果失败 以龙拳刺剑 引咎自吻 我为物色南伐将帅 犹豫不决 兵榻上的老祖母 黄府夫人 对此身怀不满 她似乎害怕 李一支的祭天会 有一天会闯进她的锦绣堂 给她送中 后来 黄府夫人亲自清定了 南伐将帅的人选 已经镇守西北边界多年的 庙齐大将军端文 被吉兆回宫 端文归期将至 我心绪如麻 每每回忆起那张 阴郁而冷峻的脸 心里便有种沉重 作为一个幼年登基的帝王 我对许多国政公仪的了解 显得粗陋无知 唯有识别野心和阴谋方面 我有帝王生涯中 不可或缺的敏感和忧虑 我认定 端文是一匹狼 而一匹受伤的狼 将变得更加凶恶 在空旷的大谢宫中 我听见了风声 听见宫墙上的青草 随风站立 突然想起 多年前僧人绝空说过的话 他说 你千万别以为 大谢宫永恒而坚固 八面来风 在顷刻之间 可以把它卷成满天碎片 他说 假如有一天你登基为王 有一天你拥有满宫家里 和万千钱财 必然也会有那么一天 你发现自己空空荡荡 像一片树叶 在风中飘荡 光玉大将军端文 抵达京城时 有人在城楼上 点放爆竹 乐师们列队 击鼓奏乐 竭尽欢迎英雄归国的礼仪 这些 无疑都是平亲王端武操办的 我没有按照皇府夫人的旨意 向端文授予军音 而是听从的总管太监 燕郎的策划 安排了另一场欢迎端文的仪式 仪式的内容是笔剑兽印 直剑的双方 是端文和多次请英南伐的参军章直 早晨在约定的后花园里 我看见了端文 北疆的风沙吹黑了他苍白的脸颊 也使他瘦血单薄的身体 粗壮了许多 我发现 久违不见的端文 脸上凝聚了一股神秘幽远的气韵 举手投足 更加酷笑已孤的父王 知道照你回宫干什么吗 我说 知道 端文扬起脸注视着我 他说 只是不知道陛下为何出尔反尔 即将南伐重任 降于端文尖上 为何又要与张参军比剑兽印 原因很简单 你是一个凡人 要想建功立业 谋取天子地位 必须经过每一道关口 与张参军比剑兽印 只是第一道关口 我沉吟片刻后 回答了端文的结问 然后 我从身后换出了 以高超剑术文明于军帐的参军张参 那是一场带着棺材的决斗 端文利用张参军腾越之际露出的破绽 突失一剑 直刺张参的喉管 我听见端文的那声呐喊 震聋发聩 掩盖了剑刺穿皮肉的轻微的顿响 参军张执 应声倒下 这场游戏 真的以端文获胜 宣告结束了 农历三月九日 端文率军出征 其声势浩浩荡荡 年迈多病的皇府夫人 亲自在京师城门前 为端文送行 以后在谢国上下 一时传为佳话 那天 我在高高的城楼上 俯瞰了下面发生的事 始终沉默不语 宫廷里的春天 日渐单薄 清修堂外的绘柏树上 响起了最初的禅鸣 从黎明阁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说怀孕多月的惠妃 在夜间突然流产 产下的是一只皮毛雪白的死红 我匆忙来到黎明阁 看见孟夫人和后妃们 都坐在前厅里 窃窃私语 每个人表情各异 目光都急切地投到我的身上 宫女战战兢兢 打开一只布包 映入眼帘的 果然是一只幼小的 沾着血丝的白红 死红的皮毛上 散发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腥臭 我觉得此事蹊跷 一时却不知如何处置 绣榻上的惠妃气息奄奄 她好像处于昏迷之中 但当我靠近她时 我看见她的一只手 慢慢地抬起来 她在空中摸索着 最后拉住了我的腰带 我抚下身去 看见昔日风雨美貌的品州女孩 已像一段朽木枯枝 她的脸部 在午后的光线中 蹦射出冰冷的白光 她在空洞无神的眼睛 充满祈求地凝视着我 陛下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帮帮我吧 我早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 可我没想到 他们的手段如此 卑鄙嘟啦 他们竟然说我产下的是一只白红 那天夜里 宫女说蜡烛不见了 宫灯也找不到了 四周一片漆黑 我在榻上只摸到一滩血 晕了好长时间 灯醒过来 蜡烛已经点上 孙太医也来了 她说我流失的是狐胎 灰飞已经哭成个泪人 她挣扎着 从绣榻上爬下来 跪在地上 抱住我的腿 奴婢难逃结束 再也洗不清枉家之罪了 这就陛下明察秋毫 给我这一条生路吧 我抱住惠妃 冰凉的瘦弱的身体 心情悲凉如水 我曾将总管太监燕郎 隐秘地召来清修堂 向他求教 处置惠妃的方法 燕郎对这件事 似乎已有谋算 他直言问我 对惠妃是否仍留爱怜之意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那就行了 我可以把惠妃送到宫外 送到一个人鬼不知的地方 去度过残生 对老夫人和其他后妃 就说惠妃已被陛下赐死 尸首也被漂送出宫 我问燕郎 你准备让他藏在何处 连州城外的安堂 我的姑母在那里做主持 那地方山高临密 人际罕至 谁也不会知道他的下落 惠妃已经今非昔比 要向苟且偷生 只能离宫而去 而离宫后 有家不能还 有狼不可嫁 只有薛法维尼这条路可走了 最后 我对燕郎说道 就按你说的办吧 一个叫做真儿的 面目酷笑会飞的小宫女 做了会飞的替身 事先 燕郎设法 让真儿服下了大忌的蒙汗药 使他昏睡不醒 那个小宫女 被塞进黄布袋里时 还轻轻地吹着憨声 惠妃娘娘 飘送出宫 行间响亮的喊声 在玉河边回荡 河边肃立的人群 和水上漂流的黄布袋 构成了宫廷黎明的风景 也就是这个牧春的黎明 惠妃乔装成弓箭 坐在购物马车上 混出光线门 重返外面的平溢世界 惠妃走的时候 只带走了一个泥金装盒 里面装着我曾经 写给她的一打时间 背的什么也没带 我们读到了礼仪之起义 端文回朝平叛 和惠妃被迫出家为泥 大谢王端白 手忙脚乱 苦于应对 那么在此之后 大谢国的朝堂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到了五月十六花开的时候 我的祖母黄府夫人 一病不起 像一盏无油之灯 在锦绣堂忽明忽灭 浓烈的香料 已经无从遮盖 她身上垂死的酸气 她一撕下地向我透露 老夫人挨不到夏天来临了 黄府夫人说 你知道吗 我年轻时候并不是天资国色 但我每天用菊花和鹿绒 揉成的水汁保养自己 我就是用这个秘方 笼住了谢王的心 黄府夫人说 有时候我想改国号为黄府 有时候我想把你们这些王子 王孙都送进陵墓 但我的心又是那么善良慈爱 下不了那个毒手 黄府夫人说着 干枯萎缩的身体 在胡皮下蠕动了一下 我听见她放了一个屁 然后她挥了挥手 恶声恶气地说 你滚吧 我知道你们心里 都盼着我早一点死 端文生擒李一支的消息 在一天早晨传入大邪功 暴训的快马 同时带来了李一支的红鹰盔 和一座短发 喜训似乎是如期而至 黄府夫人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征兆 那天巨大的鸾凤南关 终于抬到锦绣堂外 锦绣堂内人群肃立 龙鸟晋升 到处笼罩着一片居心叵测的 类似于节日的气氛 起初守候在踏前的 还有孟夫人 彭王后 端轩 端明 和端武树人 但黄府夫人 让他们逐一退出去了 最后 只留下我 独自面对气息奄奄的老夫人 老夫人用一种 奇怪的感伤的目光 久久注视我 我记得当时手脚发冷 似乎预感到了后面发生的事 你是谢王吗 黄府夫人的手 缓缓地抬起来 摸索着我的前额和面颊 那种触觉 就像冬天的风沙 漫过我的周身血液 然后 我看见她的手缩回去 开始拉扯她腰间的那只香带 这香带 我随身佩戴了八年 她微笑着说 现在 该把它交给你了 你把香带剪开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剪开那只神秘的香带 发现里面没有甜色任何香料 只是一叶被多层折叠的脖纸 就这样 这只是我跟你们男人 开的一个玩笑 我制造了一个假谢王 也是为了以后 更好地控制你 老夫人哭搞的脸上 露出灿然一笑 最后她说 我住在谢国八年 我活了57岁 这辈子也够本了 老夫人轰了 随着弓箭的爆丧声 传出珠帘 锦绣堂内外 响起潮水般的杂音 我将一颗叶明珠 塞进死去的老夫人的嘴中 死人的恶步 鼓起来又凹陷下去 这样 她的仪容看上去 更像是一种 讥讽的冷笑 谁也没想到 端文昼夜急迟千里 赶上了皇府夫人的葬礼 我的义母兄弟 我的与生俱来的仇人 如今 他又站在我的面前了 端文在京半月有余 寄宿在他的兄弟 平亲王端武的府邸中 我派出的密探回来禀告说 平亲王府的大门眼上 挑起了谢绝会客的蓝灯笼 但登门贺宫的王公贵族 和朝中官吏 仍然络绎不绝 密探呈颂的一份名单上 记录了所有重要人物的姓名 而我在其威那年 册封的汉林六学士 则尽在其中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这些人 借机密谋改朝换代之事 实在是可恶可泣 他们串在一起 就是一条铁镣铐 他们想把它带到我的手上 那么陛下就把铁铐 先带到他们手上吧 燕狼脱口而出 刺杀端文的计划 是在一次酒醉后开始酝酿的 酒宴上的密谋者 包括兵部尚书秋明 礼部侍郎梁文摩 殿前都简 吉章 和总管太监 燕郎 当我凭借三分九亿 毫无顾忌地 倾土心中的忧患时 这些心有灵犀的亲信 表情复杂 互相试探 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到 端文的名字 和有关他的种种传闻 我记得自己突然将白玉尊 砸在秋明的脚下 啥 我就这样简洁而不加节制地怒吼一声 秋明吓得跳了起来 第二天 燕狼奉赵去了平清王府 宣端文进宫 端文牵马跨出平清王府的红门槛 以一块黑布蒙住整个脸部 只露出那双冷漠的狭长的眼睛 据燕狼后来解释说 出乎意料的事情 发生在菜市场附近 一个坡一烂山 尤其于京城的老乞丐 突然挤到端文的马前 他伸出打狗棍 挑去了端文脸上的黑布面罩 端文苍白而宽硕的额角 袒露在阳光下 一些围观者发现 他的前额上 刺着两个蝌蚪般大小的青字 谢王 菜市场顿时陷入一片莫名的骚乱 端文回马反规 以一手符合 一手持剑 驱躁蜂拥而上的行人 他的表情痛苦而争鸣 怒吼声像顿器一样 敲击人们的头顶 端文骑在玉兔马上狂奔而去 半途遇到了燕狼和几名锦衣卫的拦截 拦截毫无作用 燕狼后来羞愧地说 他被端文的凌空一脚踢下了马背 情急之中 他只揪到了玉兔马的一根尾踪 就这样 端文从混乱的街市上消失不见了 后来 他们告诉我 端文已经逃到品州 到了品州 也就到了西网昭阳独霸的天下 昭阳对端文一直钟爱尤家 他也是当年 立主端文继承王位的四大藩王之一 几乎可以确定 端文现在滞留于西网府邸中 填损自己的伤口 他终于找到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树荫 农历8月26日 光禄大将军端文 和西网昭阳 并配而行 使出品州城的城门 他们的身后 是一支绵绵树里的风华正茂的军队 经其遮天蔽日 号角声响彻西北大地 这支万人军队 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向谢国京城推进 第三天早晨 到达了京城以西六十里的池州地界 第三天早晨 爆发了谢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池州之战 部署在池州防线的一万官兵与叛军短兵相接 血肉横飞于池州城外的田野和河流之中 我心爱的战将吉章 被端文的轰天脊敲下马背 预告了池州之战 以官兵惨败而告终 端文把吉章的尸体 拴在马腹下 沿河岸几尺了一圈 他额上神秘的刺字 在正午的阳光下 熠熠发亮 白马所过之处 残余的官兵 都清晰地看见了端文前额上的刺字 蟹王 他们被那道光环所设服 蟹王 蟹王 他们像一丝秋草 被端文的旋风席卷着 贵妇在那匹白马下 俯首称祥 六十里以外的大蟹宫 沉浸在死亡气氛中 我在角楼上 远远地看见一辆资重马车 停在王后彭氏的烟霞堂前 来自彭国的黑衣武士 在车前车后忙碌着 他们奉彭王招勉之命 将公主接回彭国 躲避战乱 我依稀听见了彭氏沙哑的哭声 我第一次对这个焦悍任性的妇人 产生了怜悯之心 她和宫中的所有嫔妃一样 红粉幽梦突然惊醒 他们将陪着一个倒霉的帝王 坠入黑暗的 深不可测的空间 那天正午 我枯立于角楼 平栏西望 视野里 除了湛蓝色的天空 和京城的灰黑色屋顶 就是几缕赌路商贩的马蹄 腾起了黄尘 京城的百姓 在战火来临之际 闭门不出 后宫里到处可闻 妇人们哭哭啼啼的声音 我母亲孟夫人 带着几个手捧白卷的弓箭 出现在贵妃们的居所 白卷赐死的仪式 以无需用语言表达 孟夫人眼含热泪 亲自督查了 兰妃和锦妃 自以于乌粮的全部过程 最后 她将剩余的那条白卷 带到玩乐楼 身怀六甲的汉妃 对孟夫人进行了疯狂的抵抗 拒死不从 后来我听说 她闯进冷宫代娘的求是 藏进草堆 代娘依靠她唯一的健全的双脚 疯狂踩她草堆下的汉妃 直至汉妃的呼救声 渐渐衰竭 枯黄的甘草 染上一层愁艳的血红色 我手持师傅绝空留下的论语 等待着灾难临头 心情竟然平静如水 后来 从光线门那里 传来沉闷的木桩破门的声音 我抬起了头 我看见燕郎 垂首立于门外 她用一种冷静的语气 禀告道 太后娘娘轰了 汉妃轰了 锦兰二飞 也已轰了 砸她的马蹄声 终于像潮水一样 冲破光线门 涌入王宫 我用手指尖堵住耳孔说 你听见了吗 谢国的末日 就这样来临了 八年以后 我和我的义母兄弟端文 在宫墙下 再次相遇 她脸上的仇恨和阴郁之光 已经消失 作为这场漫长的 亡冕之战的胜利者 端文的微笑 显得疲倦 而意味深长 你就是谢王 我说 端文将一只手 搭在我的肩上 另一只手 做了一个令我愕然的动作 她像一个真正的兄长那样 抚摸了我的脸颊 她的声音 听来是平静 而深思熟虑的 我就是谢王 这是整个世界 告诉我的真相 端文说 从宫墙上爬出去吧 到外面的世界 去做一个庶民 这是对一个假帝王 最好的惩罚 爬出去吧 把你最忠实的奴才 燕郎带上 现在 就开始你的庶民生活吧 我们读到了 皇府夫人的去世 还有端白刺杀端文失败 端文与西王昭阳 打进京城 端白从此结束帝王生涯 成为平民 那么 在此之后 大谢国的朝堂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的庶民生涯 开始于这个闷热的夏季 现在 我和燕郎已是不宜打扮 我骑在一头驴子的背上 仰望白光四溢的天空 环视兵荒马乱的战争风景 燕郎兼卑前搭 牵着驴子 在前面步行 我跟随着这个上仓赐予的忠诚的奴仆 他将把我带到他的彩石县老家 除此之外 我别无选择 遭遇抢劫的地点 是在彩石县以南三十里的地界上 抢劫是在短短的瞬间发生的 我看见一个蒙面者用刀尖 挑开了驴背上的行囊 扔向另一个位下马鞍的同伴 因为面对的是两个柔弱无力的赶路人 整个过程显得如此简洁和轻松 我听见 燕郎用一种绝望而淒厉的声音 在哀求他们 但蒙面者不由分说 从他的裤带上割下了那只钱大 这时候 我的头脑一片空白 我仍然端坐在鹿石上 一动不动 我所知道的唯一现实是 他们抢去了我的所有钱财 现在 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 燕郎突然扬起巴掌 左右扇打自己的耳光 他说 我真该死 我以为陛下还是陛下 我以为我还是什么总管大太监 我怎么可以把全部钱财都带在身上 燕郎眼面痛空 他亮亮呛呛地朝驴子奔过去 双手抚摸着空无一物的驴背 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 我有什么脸回家 我拿什么孝敬父母 拿什么买房置地 拿什么伺候陛下 我们满身灰土 囊空如洗地 回到燕郎的老家 临近白铁市 有人认出了燕郎 端着饭碗的妇人 在门眼下 朝驴背上张望 用木块 朝燕郎指指戳戳 夹杂了一番低声的议论 他们在说你什么 我问千驴急行的燕郎 燕郎面寒窘色的大道 他们说 驴背上怎么是空的 怎么带了个白面公子回家 他们好像不知道 京城里的事情 燕郎的家 其实是一片 嘈杂拥挤的铁器作坊 燕郎静止走到一个 忙于脆火的 驼背老铁匠身边 屈膝跪下 老铁匠身感茫然 爹 是孩儿燕郎 是燕郎回家来了 我听见燕郎的哽咽 铁器作坊里的人都放下活计 拥到燕郎的身边 你不是燕郎 我儿燕郎在大谢宫里伺候皇上 如今他已经飞黄腾达 吃的是真秦美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老铁匠端 端详着脚下的燕郎 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我站在对面的铁匠 我站在对面的铺子门口 隔街看着铁器作坊里 意想不到的一幕 燕郎跪在地上 已经泣不成声 我看见他猛然脱下了布枯 狂乱地叫喊起来 爹 看看这个吧 是你用热刀亲手咽了我 现在 你该相信我是燕郎了 紧接着是铁匠夫妻和燕郎 相拥痛哭的七七一刻 白铁匙的那些铁器作坊的断铁声 戛然而知 许多裸身的或围着布兜的铁匠 寄到燕郎家门口 热情观望 父子重聚的每个细节 铁匠父亲一居老泪 仰天长叹 都说你会一进还乡 买地盖房 修坟住庙 谁想到 你还是空着手回来了 以后可怎么办 一个废人 肩不能担 手不能提 以后只能靠爹养着你了 作坊里的工匠们 都称我为柳公子 白铁市里所有的人 包括燕郎的父母 对我的来路 颇多猜测和议论 但他们都跟随燕郎 称我为柳公子 我想人们不会轻信 燕郎关于我到此 躲避婚约的陈述 但我真正的身份 也超出了这些 庸长百姓的想象范畴 隔着木窗 可以看见燕郎正蹲在 后院的井台边洗衣 木盆里都是我换下来的 被汗水泡酸了的衣库 出道铁器作坊的几天 那些衣物 都是由燕郎的母亲洗浊的 但后来 她把我的衣物 从木盆里扔了出来 夫人尖刻地 指桑骂槐的声音 使我如坐针战 我说 难为你了 燕郎 现在我跟你一样 是个虔诚无望的庶民 你无需像过去一样 跟随我 照料我了 也许现在 到了我学习 做一个庶民的时候了 现在 该是我重新上路的时候了 燕郎问 陛下想去哪儿 我说 去找杂耍班子 去拜师走所 你怎么忘了 可是我们一路上 未见杂耍班子的踪影 满意人行踪飘忽不定 陛下上哪儿去找他们呢 朝南走 或许是朝西南走 只要我依从命运的指点 总能找到他们 我一个人从燕郎家跑了出来 剑脉了自己挂在胸前的暴行欲绝 七月流火 我穿着一双破烂的草驴 穿越谢国的腹地 途经百 云 墨 竹 莲 香 藕 三州四县 这一带 核刹纵横 青山绿树 景色轻力宜人 乡县小城 在谢国历史上 一直是著名的 声色全马之地 即使是动荡的灾难年月 小城的寄寥歌楼里 仍然红灯高挂 弦乐生肖 此起必复 我的脚步 却急迫地在乡县街头迟出 希望寻觅一个廉价而柔美的梦床 假如我知道 会有这段令人伤心的邂逅巧遇 我绝不会绕到石里 投诉乡线 但我恰恰来了 恰恰走进了凤娇楼 我想 这是上苍对我最严厉的嘲弄和惩罚 我听见一扇房门 在身后 呲压压地打开了 一个歌迹 探出美艳的涂满胭脂的脸 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 他说 陛下认不出我了吗 来吧 到房里来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我记得我大叫了一声 我想朝楼下跑 但我的钱搭被他从后面拽住了 别跑陛下 我不是鬼 他说 你来吧 我会像在大谢宫一样伺候你 不要你一文钱的 他是会妃 他真的是我魂牵梦营的惠妃 这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 你应该在连州的尼固庵里送佛修行 你怎么会在这里卖笑卖身呢 惠妃说 我在安堂里睡了七天 到第八天 怎么也睡不着 睡不着就跑出来了 我在凤交楼击流的三天 楼前始终挂着谢绝莱克的蓝灯笼 保姆明显不知道 如今已是九姑娘的惠妃 从前的身份 更不知道 我是一个流亡的帝王 她从惠妃手上 切过了数量可观的包金 于是 对我的负伤身份 坚信不移 我知道惠妃用了 青楼中最忌讳的倒步方法 才得以使我在这一只千斤的地方 洗去路上的封尘 问题最终出在我的身上 一番云雨前犬过后 我对身旁的这个 风雨而白皙的肉体 半信半疑 我总是能在惠妃身上 发现别的男子 留下的气味和阴影 她几乎让我痛苦地发狂 曾在玉河边 仿鸟飞奔的 美丽动人的女孩 如今 真的像飞鸟似的 一去不返 留下的 只是一具沦落的 隐隐发臭的躯窍 记得第三个夜晚 月光皎洁 窗外青楼密集的街巷 已经聚集无声 绣床上的惠妃 也进入了梦乡 我轻轻抽掉了 惠妃手中的红螺帕 就在乡县夏夜的月光下 就在那块红螺帕上 我为惠妃 写下了最后一首赠别诗 留在她的枕边 谢公密使 把我描绘成一个 倚靠七妃卖孝前 度日的无能废军 而事实上 我只是在乡县 停留了三天 我是去品州城 寻找一家杂耍班子的 在清西县的 宝光霜塔前 我发现了杂耍戏班 在此脉意留下的痕迹 地上的一滩猴粪 和一只残破的 登记艺人 长穿着红毡靴 我向首塔的僧侣 询问了杂耍戏班的去向 僧侣的回答 是冷淡而不着边际的 她说 来了 又走了 我转身到果饭那里 买了几只木犁 幸运的是 果饭与我一样 热衷于南方的杂耍决意 她津津乐道地描述了 几天前那场精彩的演出 最后 她用秤杆 直指南部说 可惜 他们只在清晰演了一天 说是还要往南去 我用十类的小挫刀 把木犁披成两半 一半塞进嘴里 另一半扔到地上 果饭诧异地望着我 她也许发现 我吃犁的方式 非同一般 你怎么会迷上杂耍班呢 果饭说 看你吃梨的样子 倒像京城里的王公贵族 我没有解答果饭的疑问 我在想我的这场千里寻梦 注定是充满悲剧色彩的 作为对我苦苦追寻的回报 那个流动的杂耍戏班 已经越过国境 进入了封国 他们离我越来越远了 黑夜来临 清晰县 归于寂静和凉爽之中 这里的空气 较之品州地域 洁净了许多 隐隐地飘来薄荷草和枝兰的清香 我想 这是因为清晰县北面的湖泊和群山 阻隔了品州城的瘟疫之军 现在 一个宁静而普通的夜晚 似乎来之不易了 我感到一种沉沉的睡意 懵懵隆隆听见寺庙的山门 被重重地关上了 我听见晚松的僧侣 得度得度敲响沐浴 后来 我就以着寺庙的黄墙睡着了 到凌晨时分 我依稀感觉到 有人在我身上披了一件薄衫 但我没睁开眼睛 我真的累极了 我忠心的奴仆燕郎 随同鼠色 一起来到我的面前 当我醒来 看见他怀抱着我的双脚 端坐不动 看见他的发际上 沾满夜来的露珠 我怀疑自己仍在梦中 我不相信燕郎再次跟上了我 并且伴我在青崎县 露宿了一夜 我问 怎么找到我的 我能闻到陛下身上的 每一种气息 不管相距多远 我都能闻到 陛下觉得奇怪吗 陛下觉得我像一条狗吗 走了多少路 陛下走了多少路 我就走了多少路 我无言地抱住了燕郎 他衣衫蓝绿 浑身湿漉漉的 我抱住燕郎 就像抱住一株失而复得的救命稻草 紧接着的别后长谈是琐碎和面面俱到的 在谈话过程中 我敏锐地感觉到 我与燕郎的主仆关系正在消失 现在我们两人就像一对生死同根的患难兄弟 我们读到了大谢王端白 沦为平民之后 和燕郎一起遭遇抢劫 在一个人逃亡路上 巧遇会飞之后 又和燕郎重新会合 那么 在此之后 端白的人生中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在清溪县嘈杂的 挤满南千难民的客栈里 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 也是最辉煌的决定 我告诉燕郎 我的漂泊旅程已经结束 我想留在清溪 苦练走索决议 然后 在腊八节那天 当众献议 我说 两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杂耍伴 而我 无疑将成为世上最优秀的走索艺人 怎么练呢 燕郎沉默了良久 而后 提出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上哪儿去找教习的师傅 上哪儿去找走索的器械和空地呢 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推开客栈的窗户 只给他看院子里的两棵酸枣树 我说 看见那两棵树了吗 它们就是上藏赐予的最好的锁家 你只要替我找到一根拇指粗的棕绳 我明天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陛下去走索 那么我就学踏滚木吧 燕郎最后向我露出会心的一笑 滚木随处可见 他说 陛下在空中走索 那么我就在地上踏滚木吧 一切都是从那个夏末初秋的早晨开始的 客栈里的投诉者 还在初来的秋风里酣睡 我从左边的酸枣树爬上去 摇摇晃晃 站在凌空的绳索上 重重地跌落 然后 我从右边那棵树爬上绳索 重重地跌落 如此循环往复 我听见我发自心灵深处的叫喊 是多么狂热 多么悲壮 燕郎仰视着我 萧瘦的脸上 挂满了晶莹的泪光 站在客栈门前的小女孩 大概是店主的女儿 她睡眼惺忪地 观望着我初学走索的情景 客栈里的人 普遍认为我是个 游手好闲的破落子弟 在他们看来 我每天坚持的走索练习 只是一种棋匹 他们平窗观望 朝我和燕郎指指点点 嘲虐讥讽 或者横加平叛 对此 我视若无睹 我知道我是在高空选索之上 而他们的行尸走肉 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 我知道 只有当我站在高空选索上时 才有信心 重新灭视地上的云云众生 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 我知道 我在这条棕绳上 试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 我发现 我的高空平衡能力 是如此卓越神奇 一切都是无师自通 当我在一个细雨缤纷的早晨 轻松走完长长的旋索 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 无声地漂浮起来 九月秋雨点点滴滴 洒落在我的脸上 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 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 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 任凭宗神的反弹力 将我上下震荡 我的身体和灵魂 一起跳跃起来 坠落下去 这是一种多么自由而快乐的记忆 这是我与生俱来 而被生活所淹没的美妙记忆 我终于变成了一只会飞的鸟 我看见我的两只翅膀 迎着雨线轰然展开 现在我终于飞起来了 看着我 你们看着我 我狂喜地朝下面的人群叫喊 你们好好看看我吧 我是谁 我不是柳公子 我不是谢王 我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走索艺人 我是一个走索王 店主的女儿名叫玉索 梳两个圆圆的小环迹 穿一件红衣衫 走起来像一只轻盈骄傲的幼虎 一门独坐的时候 则像池水上含苞带放的红莲花 客栈的老板娘 是个干瘦的 脾心暴躁的妇人 据说是寓所的后娘 每当寓所在看我走索时的尖叫声 在客栈外响起 老板娘便从厨房或茅厕那里冲过来 一手揪住女孩的环迹 一手高高地扬起来 扇打女孩的嘴 我都烦死了 你还在这里鬼叫 老板娘揪着女孩的环迹 将她往茅房那里推 白养了你这条懒虫 让你干活你就逃 老板娘说 你在这鬼叫什么 你要是喜欢这种下三乱的把戏 干脆把你卖给杂耀班子算了 不知为什么 寓所让我想起 出尽谢公时的会飞 我对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渐渐生出了格外的爱恋之意 燕狼对小女孩的爱恋 似乎比我又胜一筹 我从她注视寓所的眼光里 发现了温情和痛苦 寓所似乎也特别喜欢燕狼 她开始偷渡地缠着燕狼 叫她踏滚木 只要客栈老板娘 稍稍放松片刻 寓所就拉住燕狼的手 在滚木上试验起来 小女孩天姿聪颖 身轻如燕 我看见她 很快就能在滚木上 应付自如了 我不知道那天 夜里的风波是怎么引起的 整个秋季 我总是早睡早起 以利于白天苦练走索决意 我很早就吹竹入眠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燕狼 将小女孩寓所 骗到她床上的 一伙是寓所 自己跑到燕狼睡铺上来的 大概是拂晓五更时分 我突然被一只 粗鲁而低沉的 吃骂声惊醒 面前站着客栈店主 夫妻两人 女的正在用 最毒辣的亲戚方言 破口大骂 男的手里 拖举了一盏油灯 她正在把油灯 往睡铺角落里移动 借着昏黄的灯光 我终于看清 燕狼怀抱小女孩寓所 蜷缩在角落里 燕狼的眼睛半睁半闭 苍白的脸上 是一种痛苦和困惑 交杂的神情 她怀疑的小女孩 仍然在熟睡之中 你是什么人 客栈老板将油灯 凑进燕狼的脸 运怒而不屑地嚷起来 来往客商都到寄聊 去嫖女人 你怎么敢调戏寓所 她是我女儿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是从哪儿过来的下流杂种 我没碰过她 燕狼低下头 望着熟睡的小女孩 燕狼孽如道 我不是下流杂种 我只是喜欢她 现在她睡得正甜 求求你们别 大嘲大嘆地吓着她 我没碰过她 我真的没有碰过她 我只是抱着她 看她睡觉 寓所终于惊醒过来 她从燕狼的腿部 滚到睡铺上 伴随了一声 受惊的恐惧的尖叫 我不要你们 我要燕狼叔叔 我看见 燕狼向小女孩 伸出的双手 停留在空中 而后颓然垂落 她开始用一种 悲愤的目光 向我求援 你们想多少钱 我问那个 满脸狡诈的客栈老板 给酒两银子吧 我看了看燕狼 燕狼羞愧地低着头 我的心里突然萌生了 一个邪恶而不识 温情的念头 于是 我又问客栈老板 假如我把你女儿都买下来 让她跟我们走 你又要多少钱呢 客栈老板愣了一下 然后 扬笑着竖起她的五指 她说 恐怕客观买不起 要五十两银子 要五十两银子 少一两也不卖 我把她从小养大 不容易 卖五十两银子 便宜你们了 好吧 我会凑满五十两银子的 我说完 就上前抱进了寓所 我擦干了小女孩脸上的泪痕 然后 把她交给燕狼 抱着她吧 我对燕狼说 她是我们新杂耍伴的人了 从今往后 你叫她踏滚木 我会叫她走走 这个可怜的孩子 将要走上正途了 为了筹集五十两银子 我和燕狼 星夜吉尺二百里 赶到天珠南王 昭佑的功底 昭佑对我的突然驾临 既意外又惶恐 她是个胆小如鼠 身居见出的藩王 终日沉溺于 万年历和星象云图之中 最后 当她弄清我的意图后 如是重负地说 原来是五十两银子 我以为 你在卧心尝胆 图谋覆辟呢 他们告诉我 天狼星和白虎星 即将相撞 一个火球 将要坠到天州地界 你拿上钱 就离开天州吧 你的身上火焰未熄 你就是那个坠落的火球 从天州回返清晰的途中 我们默默无语 对于南王招有了一番幸运之说 我们都半信半疑 但有一种现实 是毋庸置疑的 在天州的南王公地里 我已从一个显赫的帝王 沦为一颗可怕的灾星 我在坠落和燃烧 给劫难的谢国土地 带来新的劫难 我逃避了世界 但世界却无法逃避我 假如这是真的 那我将为此抱恨终生了 从天州回返清晰的途中 马背上新涮了起来之银 我没有羞耻的感觉 也不再为我的起因之旅揭探 在南部广袤的田野里 河谷已被农人收割一空 放眼望去 天穷下苍凉而坦荡 我看见无数发黑的 被雨水泡黑的干草舵 看见几个木桶赶着牛 爬上野种孤坟 现在我突然意识到 人在世上 注定是一场艰辛的旅行 就像木桶在荒地和坟中 只是为了寻找一块隐蔽的 不为人知的草地 被卖出的小女孩寓所 骑在一条小灰驴上 离开了客栈 那天 她穿了紫茄色的新衣 和大红的新鞋 嘴里咯蹦咯蹦地 咬着一块米巴 被卖出的小女孩寓所 脸若春桃 一路上兴高采烈 欢声笑语 有人认出那是毛家客栈里的小女孩 他们问 寓所 你要去哪儿啊 寓所骄傲地昂起头说 去京城 去京城踏滚木 那是腊巴节前的某一天 天气情和而温暖 我们提前走上的搭班卖衣的道路 一共三个人 我 燕朗和清晰小女孩寓所 我们后来将京城选定为流浪的终点 完全为了满足寓所的夙愿 三个人骑着一大一小两条驴子 带了一条棕绳 两块滚木 离开清西县 向中部而去 那就是后来明文天下的走索王杂耍般的雏形 我们读到了端白苦练走索记忆 并将寓所最终收留在身边 为此不惜低头向南王朝右起吟 那么 在此之后 端白杂耍班子会成立吗 走索王杂耍班的第一次当庭献议 是在湘县街头 献议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记得 当我在高空旋锁上远走轻跳时 天空中飘了一朵神奇的红云 它似乎就在我的头顶上 款款寻游 守护着一个帝王出身的杂耍艺人 聚集在街头观望的人群 爆发出屡屡不绝的喝彩声 有人怀着恩赐和感激兼有的心情 向前玻璃致来同臂 有人站在木楼上向我高声大叫 走啊 跳啊 翻一个金斗 再翻一个金斗 在充满纵欲和铜臭空气的湘县街头 我把我的一生彻底分割成两个部分 作为帝王的那个部分 已经化为落叶 在大谢公公墙下悄然腐烂 而作为一代绝世艺人的我 却在九尺悬索上横空出世 走索王杂耍班子的内幕 是被凤交楼的跑堂揭破的 这个消息轰动了乡县城 第二天 我们栖身的董家祠堂被市民们所包围 县府的小官吏们穿戴整齐 列队在祠堂大门的两侧 静候我们出门 其中包括乡县的支县杜碧城 寓所被外面的人群和嘈杂声吓坏了 他躲在里面不肯出来 燕狼之后把他抱在怀里 那天我睡眼惺忪地 面对贵妇在地的人群 听见有人向我高呼万岁 我一时竟无所适从 年于六旬的杜之县就跪在我的脚下 他的表情混杂得羞愧 好奇和一丝恐惧 请宽恕本县官吏有眼无珠 不时谢王龙以子气 杜之县 在石板上磕首道 请谢王上驾 光临寒舍吧 大可不必 我沉吟良久后 拒绝了杜之县的邀请 我说 现在 我只是一个走索艺人 这天 走索王杂耍般的表演 如有神助 官者向乙群 密布在街头空地周围 燕狼和小女孩寓所的踏滚木 已经博得了阵阵喝彩 而我在悬索上做的鹤立亮相 激起一片雷鸣暴雨般的欢呼声 人群中 响起此起彼伏的哀哭和狂叫 谢王 谢王 走索王 走索王 我知道 我作为一个走索艺人 已经得到了认可 如此神奇 如此感人 到了次年春季 杂耍戏班 已经扩大成一个拥有十八名艺人 二十种行迹的大班子 这在谢国的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留起卖艺的路 似乎已接近终点 一所即将抵达他朝思暮想的京城 春天 彭国大举进犯谢国 弯曲绵长的国境县两侧 打响了三十余次战役 走索王杂耍班的艺人们 对频繁的战争 以习以为常 他们朝北迁徙而去 在寻回先义的路上 艺人们对于即将来临的 谢国的灭顶之灾 浑然不觉 他们于农历三月七日凌晨抵京 据谢公秘史记载 这一天恰恰是彭国的万人大军 长驱直入谢京城门的忌日 现在看来 这种巧合 似乎是历史的精心安排 三驾马车 通过京城南门时 天色微息 城墙下的水壕里 飘了那种熟悉的菜果 和死牲畜腐烂后的酸臭味 吊桥放下了 城门洞开着 如果抬头观察 城炉上高高的旗杆 不难发现谢国的黑豹旗 已经被扯下 取而代之的是彭国的双英蓝旗 十八个艺人 经过一夜颠簸 每个人都困倦不堪 谁也没留意 南门附近的异常动静 即使马车停在 南门大客栈的门廊前 有几个艺人 上去敲客栈的大门 大门反锁着 里面传了一个惊慌发颤的声音 打烊了 你们另找诉处吧 敲门地说 哪有客栈不留客的道理 我们赶了一夜路程 快让我们进来歇歇吧 客栈的门被拉开条缝 露出店主的半张浮肿的 慌张的脸 他说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 难道你们不知道 彭国人进城了 你们没看见城楼上 站满了彭国的士兵吗 车上的杂耍艺人们 从昏昏欲睡中 猛然惊醒 回首一望 南门的城墙上 果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影 玉所被眼前的恐怖气氛吓坏了 他习惯性地发出了一声尖叫 燕狼立刻捂住了他的嘴 燕狼说 别搅 别出事 现在谁也别出事 碰国人都是杀人如麻的疯子 这是一次死亡之邀 我们像一群无知的羔羊 闯进狼群之中 逃犯之路已经被堵断 城门关闭后 那些隐藏的彭国士兵 从城墙和房屋 树林里冲向街道民宅 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军力 骑马持刀在街上狂奔高呼 彭王下令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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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亲眼目睹了彭国人血洗血经的 惨绝人寰的一幕 疯狂的杀戮 从清晨持续到午后 满城都是蓝衣白亏的彭国的骑兵 在一群彭国骑兵冲向南门大客栈之前 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 我记得是燕狼把我往那堆草垛里推的 燕狼想把小女孩寓所也藏进来 但草垛只能容一人藏身 寓所朝我身边拱来的时候 甘草开始稀稀疏疏地剥落 我听见燕狼最后的那句话 雨索别怕 我把你藏到大缸里吧 然后 甘草被燕狼迅疾的龙锦 我的眼前 变得一片漆黑 后来 我在遍地横尸的院子里 找到了那口大缸 燕狼坐在缸中 头部垂靠在残破的缸眼上 他胸部的三处窗口 像三朵红花 使人触目惊心 大缸里的积水和人血 融合在一起 淹没了燕狼的膝盖 我把燕狼拖出来后 便看见了缸里的另一个死者 玉索 他的小脂袄 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怀里还紧紧抱着属于他的那块小巧简易的滚木 我没有发现玉索身上的任何刀剑的伤口 但他的鼻息 已经是冰凉的纹丝不动了 我终于把上藏赐予的忠诚的奴仆丢掉了 燕狼为我而死 这使得当年在清修堂的信誓旦旦 变成现实 我记得他在十二岁初进谢公时 就对我说过 陛下 我会为你而死 多年以后 他真的死了 他带走了我送给他的唯一礼品 花五十两银子买来的清晰女孩寓所 我想这是他最后的一份挚爱 这是另一种深刻的天意 杀戮已经停止 彭国的士兵收起他们的卷热的刀剑 聚集在广场上饮酒 另一群黑衣骑兵 开始召集那些幸存的京城市民 将他们往大谢公的方向驱赶 我挤在那群幸存者中间 朝大谢公走 不时地要越过一些 横在路上的死尸 有人在人流里低声啜泣 有人在偷偷地咒骂彭王昭免 我边走边看 看的是我自己的双掌 掌上印下了干涸的血红色 无论我怎么擦膜也无尽于事 为什么死亡的邀请 独独遗漏了我 一个罪孽深重 十恶不赦的人 一种突如其来的悲伤 绝获了我的心 我与那群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 同生啜泣 至此 我留下了我庶民生涯中的滴滴眼泪 被驱赶的人群 猛然发现 前方的天空是红色的 彭国人放火焚烧了大谢公 当京城的百姓被带到宫门前 光谢门的木质巨梁上 已经升起冲天祸舌 彭兵勒领人群 战成燕镇 观望谢公的大火 一个年长的军力 用嘹亮而积月的声音宣告 他们在谢鹏之战中 获得胜利 谢国的百姓 你们看着这场漫天大火吧 看着你们肮脏淫逸的王公 是怎样化为废墟的 看着你们这个衰弱可怜的小国 是怎样归于至高无上的彭国吧 我隐隐听见了大谢宫内 七皇绝望的人声 但随着火石的疯狂蔓延 整个宫殿变成一片辉煌的火海 楼殿燃烧和颓塌的巨像 掩盖了宫人们的呼号和哭声 火海是我诞生和成长的地方 是蓄积了我另一半生命 欢乐和罪恶的地方 我以衣袖舞鼻 这档圆圆飘来的呛人的烟雾 试图在它行将消失前 回忆一次 回忆著名的谢宫八殿十六堂的 富丽堂皇 回忆六宫粉黛和金卵龙塔 回忆我作为君王时的每一个宫廷故事 但我的思绪突然凝滞不动 我的眼前浮现的是真实的谢宫大火 除了火还是火 我的耳朵里灌满了那只灰雀 一如既往的哀鸣 王 王 第六代谢王端文 死于谢宫大火之中 端文在位的时候 仅六个年头 他是历代谢王之中 最短命的一位 也是最不走运的一位 后代的史学家们 从历史现象分析 普遍认为端文是亡国之君 是他的孤傲 骄横和自信 葬送了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成了局外之人 这年春天 我无数次梦见端文 我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的余生俱来的仇敌 在梦中 我们心平气和 同孙共隐 漫长的黑豹龙冠之争 终于结束 我们发现 双方都是被历史愚弄了的受骗者 农历三月九日 彭国的万人大军 风扫残云般地掠过 谢国所有将土 十七周八十县 尽为囊中之物 传奇式的一代伟人 彭王昭敏 站在大谢宫的废墟上 昭敏亲手生起了 彭国的双英蓝旗 然后 庄严宣布 腐败无能的谢国 已经灭亡 从此 天下归于神圣的 战无不胜的 双英蓝旗 据谢公密史记载 三月之灾中 谢国的近百名 王室成员及后裔 几乎被诛灭殆尽 唯一幸存的 是被贬为庶民的 第五代谢王端白 其实 端白已沦为一个 游走江湖的杂耍艺人 我们读到了 端白成为真正的走索王 在带领走索王 杂鸡团回京后 惨遭彭国士兵屠杀 最终 只有端白活了下来 而整个大谢王宫 也在彭王招免了一把巨火中 尽成灰烬 那么 在此之后 端白的后半生会如何呢 我的谢国 我的美丽而多灾多难的谢国 如今 它已不复存在 它如此自然 如此无奈地 并入了彭国的版图 使许多哲人的称语 变为了现实 谢经已经被彭国的 统治者 一名为常州 这年春天 彭国的工匠们 在常州城里大兴土木 建起了许多 形状古怪的原型房屋 牌坊和寺庙 到处是钉锤之声 和彭国人短促难懂的舌鲤语 他们似乎想把谢王朝的 所有痕迹 都抹得一干二净 常州的居民 如今都换上了彭国的 繁琐臃重的服装 他们在满地废墟上 择路而行 神情疲惫默然 对于他们来说 动荡不安的生活 仍在继续 不管是谢经 还是常州 他们世代拘留此地 他们得小心翼翼地 生活下去 我像一个孤魂 在大谢宫的废墟上游大 这块废墟 也已成为常州百姓 十株连宝的天堂 许多人从早到晚 在残岩破瓦中 拨拨拣拣 期望发现那些 被彭国人遗漏的金银珠宝 我看见一个男孩 远离人群 蹲在一堆瓦砾中间 专心致志地 挖着什么 后来 我就站在男孩后面 默默地观赏 他的劳作 男孩十二三岁的样子 脸上被土灰 涂得污秽不堪 他的黑眼珠 警惕地望着我 也许是怕我 抢走他的宝物 他迅疾地脱下布衫 盖住了脚下的那堆东西 我不要你的东西 什么也不要 我伸出手 摸了摸男孩的头顶 给他看我洁净的双手 以证明我的清白 我说 挖了这么久 你挖到了些什么 蟋蟀罐 男孩从当下 抱出一只流金城一罐 他把它捧起来时 我一眼认出 那是我儿子 在宫中的宠物 还挖到了什么 鸟笼 男孩又掀开了布衫 给我看布衫下的 两只花王鸟笼 鸟笼 已经被重物压扁了 但我同样认出 那是从前 挂在清修堂里的 一双鸟笼 我甚至记得 离开清修堂那天 笼里养的是一对 红嘴绿语的 紧鹊鸟 我朝那个男孩笑了笑 替他把鸟笼 重新盖上 我说 这是第五代 谢王儿时的玩物 也许架着连城 也许以前不值 你留着他们吧 你是谁 男孩狐疑地望着我说 你为什么不来挖宝 我就是那个藏宝的人 我轻轻地告诉男孩 十七名杂耍艺人 暗葬在长州的无名墓里 那是旧人的粮库的遗址 大谢粮库里 筑基的粮食 在战乱后 已被哄抢一进 空留下许多山西 和偌大的一片茅草屋顶 我把燕狼 寓所 以及其他十几名艺人 的尸首 埋在这里 我不知道是谁 首先把粮库 作为坟地的 那天 我仿效一些 市民殡葬的方式 把十几名流浪艺人的尸首 一一搬上板车 我推着那辆沉重的运势车 趁天黑 躲过了彭国人的杠哨 跟随他人 来到了粮库 凉阔四周的空地 已经挤满了心坟 我不得不见缝插针地 挖出坟穴 让那些死于非命的杂耍艺人 拥有一块狭小 而散落各处的坟地 同行的几个丧夫 已经早早地炼葬完毕 他们坐在坟堆上 喝着烈酒 以消除春夜的寒气 有人很好奇地跑过来看着我说 怎么埋这么多的私人 都是你的家人吗 不 是走所王杂耍般的艺人 是我把他们推到彭国人的刀刺下的 我必须让每个人入土为安 买钱一些好了 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说 反正雨季来临时 失手也烂光了 反正这种恋葬 就是偏偏活人的良心 买死人要有力气 也要讲窍门 假如你肯给我几个酒钱 我帮你买 不叫半个时针就买完了 不 让我一个人来干 我坚定地拒绝了那个丧夫 我记得那天夜里没有月光 凉酷旧纸的四周漆黑一片 趁黑夜前来偷买死人的丧夫们都已离去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记得我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 只看见天在一点点发蓝发亮 持仙的双手印出丝丝血痕 疼痛已经变成麻木 几较三遍的时候 我把燕狼和月索 合葬在一个最深最大的坟穴中 当最后一线师徒盖住燕狼青灰色的脸 盖住月索手里的那块滚木 我的身体像一堵断墙 颓然倒下 现在没有谁再用忧伤的眼睛来责备我了 现在我真的断绝了与旧时代的最后一次联系 燕狼死了 我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我躺在燕狼和月索的新坟上 用山西做被坟头做枕睡了一觉 我说过 我永远不会成为那种随处可睡的脚夫和乞丐 但那天 我实在太累太困了 在黎明的暑色中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憨甜 埋葬完被彭国士兵杀死的艺人们的那个夜晚 我突然发现 天空与我如此贴近 又是我做了无数关于鸟的梦 我梦见的所有鸟都是洁白如雪的 我梦见的所有天空都是透明无边的 我梦见所有鸟都飞上了天空 我梦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碑囊中如今又是空空如洗 只剩下一本破烂的论语 和一卷走所用的宗生 我想 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件 对我的一生是最妥贴的总结 多年过去 我仍然无心净读论语 但我把这本圣贤之书 连同宗绳一起收藏起来 我想 只要我不用宗绳做景圈了断一生 总会有闲情意志读完论语的 我想起 久别多年的僧人绝空 他的淡泊而超长的真言 他的睿智而宽恕一切的表情 现在正向我闪烁着神的光轮 与会非邂逅相遇 是在长州的旧货集市上 我无法判断 他蓬头垢面 叙叙叨叨的样子 是否是疯癫的标志 他坐在人头传动 熙熙攘攘的旧货街上 显得恰如其分 我看见 他在向路人 兜售一点颜色各异 精彩细节的时间 看看吧 这是好货 他用一种阴雅而急迫的声音 向路人重复着 是五世谢王的风月间 是真迹 是好货 你买去不会吃亏的 我远远地观望着会非 没有去惊动他的独特的 别出心裁的买卖 我希望有人停下来 和会非讨价还价 但前来救货集市的人 似乎只对 锅碗瓢盆一类的东西感兴趣 甚至没有人 朝会非手上的时间张望一眼 也许在路人的心目中 那打时间是分文不值的垃圾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 我远远地观望着 旧货街上的会非 一息闻到一种 安熟的薄荷 芝兰和墨烟混合的香味 它在午后的旧货街上 若有若无地浮动着 我知道 它不是来自那点代寿的时间 不是来自那个命运蹉跎的 风尘女子的体肤 它是我旧日生活的 最后一缕回忆 那也是我在故国激留的 最后一天 第二天 彭国人开通了 封闭多日的道路交通 我混迹在一群 挑言的脚服中间 逃出了这个伤心之称 实为农历以害年 三月十九日 我的下半生 是在苦竹山的苦竹寺里 度过的 那是一个远离彭国 也远离谢国故土的地方 在从前的几个世纪里 一直是无人管辖的高山林区 据说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 僧任绝空 首先发现的这个世外桃源 他先于我八年 抵达此地 唾啃了凉田和菜园 所谓的苦竹寺 也是他花费三年之时 慢慢建成的 我辗转抵达苦竹山时 僧任绝空已经远寂 他给我留下的 是一座山间空寺 空寺外 是一起杂草栖栖的菜园 菜园中央 书的那块 后来被诗人称颂的木牌 上书 一齐王三个大字 在丛草中 我捡到了幼石 在谢宫习字用的那只狼嚎 这意味着 僧人绝空 已经等了我八年 后来 彭国和陈国 敌国交战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 托儿代女 纷纷向苦竹山迁徙而来 苦竹山 慢慢变得 人丁兴旺起来 后来的人 都在山下居住 遇到天气晴好的早晨 他们可以清晰地看见 山腰上的寺庙 看见一个奇怪的僧人 站在两棵松鼠之间 站在一条高高的悬索上 吉步如飞 或者静若百合 那个人就是我 白天我走索 夜晚我读书 我用了无数个夜晚 静读论语 有时我觉得 这本圣贤之书 包容了世间万物 有时却觉得 一无所获 今天 我们读到了端白 安葬了死去的走索艺人 在已经变成 长州的大谢国京城 远远地遇见了 已经衰老的会飞 在此之后 他一个人回到了 自己的老师绝空 曾住过的苦竹寺 过起了修心走索的 清修生活 一代大谢王 已经成为历史 而那个曾经 无比辉煌的大谢国 也成了一段 悲伤的故事 到这里 《我的帝王生涯》 这本书 就阅读完了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吧